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vlog的主题非常的简洁易懂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我心中游戏主机 或者说比较适合玩游戏的设备排名 top 5 前五名 非常简单吧 为什么要想到这个主题呢 是因为之前很多人问我 敢买哪个主题 OK 让我们来聊一聊 在开始之前呢 首先跟大家说一说 这几天我经常玩的游戏 来自于任天堂的 Zelda The Legend of Zelda Breeze of the Wild 但是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讲主机的排名 来自于第五名的是 No.5 也是我最不喜欢的 PS Vita PS Vita 迄今为止呢 PS Vita还是依旧让我觉得 不是值得购买的 游戏是第一代 首发版的第一代 当我买了这个之后呢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当时的智能手机 上面玩的游戏的画质跟它比 差不了太多 最可恶的是 当时这个价格标价 跟当时的PlayStation 3差不多 而且卡带可以接受 前后摄像头可以接受 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 它是内置零空间 所以一旦想玩游戏的话 要买一个单独的 它的这个记忆卡 这小小的记忆卡 相当的贵 稍微大一点 基本上呢 能够再买一台主机的 在我这几年的使用当中 从拿上它开始 我就开始吐槽它 因为它的存在的意义 真的不是特别大 随便看个游戏 看了这造型就知道了 OK 开机 Could not connect to the server 首先它的WiFi连接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络知识不稳定 可以看 这什么 点了之后它没有反应 而这边明明 写的是WiFi已经连接了 主菜单 正在安装什么什么 但是游戏实在是太垃圾了 我们随便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吧 Letter Quest 正在安装 说这触感 甭问了 毫无触感的这个摇杆 还好画面游戏还不错 可惜 你看这个载入速度 你看它这个载入速度 比手机慢了多少 OK终于进来了 Bacon Badly Games 今天玩就是 不是说游戏 是说这主机 OK我实在等不了了 太慢了 首先作为一个游戏 掌机呢 它的配置跟那个智能手机差不多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说 它存在的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随便可以用智能手机取代 所以这是前五 第四名是 Xbox One S 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对吧 首先要先吐槽一下这个机器 首先这个机器呢 说实话这个重量还是体积 跟PlayStation4第一代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呢 它是一个改进版 它几年后推出的这个产品 跟PS4之前推出的差不多 第一代是差不多 而且有点 有点 炒冷饭的意思 所以买到它之后呢 在玩游戏的时候 啊 性能上只有6% 7%的提升 整体画面的感觉还 就就那么 就就就就就就 就那个样子 它只是把外形改了一下 散热改了一下 等等 那至于我为什么把它排第四呢 是因为 大家切记 Xbox One S的这个 这游戏主机呢 它的操作系统是根据Windows 10改的 Windows 10 我们用PC 都知道啊 它两个系统啊 框架差不多 所以现在很多电脑上玩的 能玩的 它也能玩 而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光环5 光环系列 还有战争机器系列 它是Xbox One的这个独占游戏 它们按的有什么呀 试想一下 用这样的手柄 去玩射击游戏 特别的难受 因为鼠标 才是最佳射击游戏的力气 干嘛 是吧 一个游戏 两个平台都能玩 但尤其是鼠标 操作的话 更加精准 而这个的话 真的特别考验技巧 还有你的手掌大小 这是不公平的一种 手掌特别小的话 是没有公平可言的 而它独占游戏呢 多数是射击游戏 这个让我很难接受 在我讲述排名第三位的游戏主机的时候 我先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三名 喜欢的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正是因为有这样经典的游戏 所以让PlayStation在我们的游戏界 占据了非常大的席位 而PlayStation4 Pro 现在此时此刻 在游戏主机里面 是性能最强大的 画质最好的 加上极度流畅的操作性 非常好的游戏 所以PlayStation4 Pro 是我排在第三位 非常喜欢的 而最近推出的游戏主机 Nintendo Switch 排在第二 理由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因为 任天堂Switch 是VO的终极升级版 集结了所有VO的所有的优势 而变成了如此便携 也就是它实现的 几乎是主机 掌机 与一体的一个设计 说白的就是想去哪儿玩 去哪儿玩 非常简单 开机速度又是极其巨快 而且非常的安静 也不烫手 按三下马上进入游戏 就这么便捷 就这么便捷 关机 Pretty nice 而排在第一名的 其实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它就是我们生命中 必不少了一个东西 就很多人其实已经接触过 但是从来没有觉得 它是一个 非常重统的游戏机 对 大家想的没有错 就是我们的电脑 PC 像这个样子 或者这个样子 一台 性能 中等偏上的电脑主机呢 配备上这样的游戏鼠标 游戏键盘 这样游戏装备 甚至是配上Xbox One的这个手柄 它便成为了一个 几乎可以完全替代 所有游戏类型 比如说 除了不能便携以外 想便携的话 一台 笔记本 游戏笔记本 完全可以取代 所以 电脑其实 一直是隐藏在我们身边 性能最强大 拓展性最强 永远不会说因为机能限制 而 而需compromise的一种 游戏主机 其实在我心目中 真真正正的我觉得 能够聚集娱乐性 便携性 的游戏机 其实 现在很多人呢 已经拥有了 但是 在我们在拥有它的时候 还在不停的想 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 所以在我心目中 特别特别 除了除了刚才收的前五个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重要的 我觉得 它在我们生命当中 真的是太重要了 除了我们生活之外呢 其实我们平时的智能手机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 最最便携的游戏主机 真的是这样 一台主机 变成了一台游戏掌机 手机 掌机 游戏机 好了 其实 这些呢 就是我心目中 排名 前六的 给我们有的时候 稍显平淡的生活中 带来一些乐趣的 这就是它们存在的意义 但是 刚才讲述这些游戏机 真的那么重要吗 对于很多游戏玩家来说呢 啊 真的好重要 值上的生命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我们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不需要的 最好的游戏世界 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出去享受一下 火的阳光 去感受一下 生命中最重要的 能够让自己开心的事 人生如戏 有的时候 需要你自己去寻找 不过话要说回来 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这么多主机的话 也是一种幸福的事情 还好我不喜欢玩游戏 真的 如果我们在这个内容